台风带来了丰沛雨水为了防止堆放在户外的积水容器 变成了并没稳的咨声员 花莲市清洁队在台风过后赶快展开环境扫街还有消毒工作 市长魏佳燕呼吁民众一起来动手落实寻道清刷 让环境整顿及喷药消毒的霜管旗下可以预防登革热来发生 台风过后花莲市长魏佳燕协同了清洁队长吴庆展 前往北新路关心扫街还有环境用药清销作业 市长感谢清洁队员在台风过后积极恢复市容景观 同时也在第一个时间就展开了登革热防止的工作 今天我们在小选台风过后 那我们也到了市区的一些地方 我看有比较落叶的 我们就做我们灾后的一个整理 那刚刚也整理出非常多的一些处叶和一些树根 那今天也配合着我们的灾后的一个重整 那也进行了积极的一个喷药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并没稳的一些出现 尤其是近期的登革日 我想在全台湾都有大大小小的一些案例 那今天也配合着我们的喷药 那也要呼吁我们所有市民 积水容器一定要倒掉 尤其是台风过后的这几天 可能陆陆续续续都会有下雨 那尤其是一直到我们延假的这个期间 一定要看到有下雨的部分 一定要把积水容器把它倒过来后 那尽量避免里面积水的一个部分 造成我们一些并没稳的发生 清洁队员穿着防护衣进行消毒喷药作业 无论是户外盆栽底盘 水盆废弃轮胎 废弃容器等 或者是容易产生积水的排水勾取等 都是要加强消毒的弊点 那这积水容器假如不处理的话 再过一个礼拜 就是资深邓格勒并没稳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到 九卢印度这边来 进行邓格勒并没稳的一个 防储的一个工作 那最主要的不是喷药 最主要的是把积水容器 里面的水给倒掉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想各家各户也是一样 大家都能够这样做的话 邓格勒并没稳 他就没有他容身之处 市长卫家业也呼吁民众 动手落实巡、稻、清、刷 加强清理蓝绿棗、围墙、水沟、竹林等 阴湿地点 共同来防治登格热 也营造优质的生活环境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